六腾 意大利油价重回二十代 剩下恐涨到2.5欧每升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在国内成体油价格再一次上调 部分地区95号汽油正式冲破十元大关之际 意大利汽油价格同样再次逼近历史新高 重新回到每升2欧元的高位 14日 意大利生态转型部例行公布了前一周的汽油价格数据 意大利全国自助加油站平均汽油价格已经突破2欧大关 每升2.014欧元 较之前一周大涨7.3欧分 柴油平均单价同样出现暴增 相较前一周增长8.4欧分 达到每升1.935欧元的高位 今年3月初 受到俄乌战争突然全面爆发的影响 全球原油供应链始料不及遭到打乱 能源通胀系数高起 意大利汽油均价一度突破2.2欧每升的大关 甚至南部部分地区出现柴油价格高于汽油价格的罕见局面 意大利消费者团体协会警告称 意大利的汽油价格在过去一年内上涨了39% 柴油价格上涨了51% 3月底 德拉吉政府出台舒缓民生的能源补助措施 宣布短期内减少每升汽油25欧分的消费税征收 汽油价格随即普遍回落到1.8欧每升的区间 对于此轮油价的暴涨 今日意大利能户网站分析称 主要原因在于近来炼油成本的攀升 原油主要出口国 俄罗斯因为欧盟禁运令的影响 原料出口完全受阻 炼油大国美国则因为行业内工厂重组问题导致产能急剧下降 加工能力的短缺 致使柴油汽油和航空燃料等产品供应的极度紧缩 为了说明炼油成本上升会对油价会产生何种扰乱 不妨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 当时全球每桶原油价格基本和现在持平 但得益于炼油产能的稳定 当时意大利每升汽油仅需1.4欧元 就算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入内 也仅相当于现在的1.7欧元每升 远不及当下动辄冲破两欧大关的天价 而根据意大利能源运营商联合会的表态 步入剩下后 汽油价格极有可能突破每升2.5欧元的区间 而根据意大利能量的辣植物